台北市信義區的豪宅 臨近信義商圈象山公園 最近被法人以現金 兩億三千四百萬購入 另一處現金購物 就出現在台北市中山區 靠近華山一文特區的豪宅 屋主是以一億三千八百萬的現金 賣下房子 這戶豪宅總共十戶 相隔兩年才又有交易 好不容易釋出 單價從2018年102萬 一舉跳到一坪一百三十萬 同樣沒有貸款 採取現金購物 這些豪宅都是屬於市場上面的 一級豪宅 所以對非常多的有錢人來說 確實會吸引他們的一個收集概念 因為像這樣子的超級豪宅 對他們都是買了一戶少一戶 所以一方面有希望能夠收集插旗 然後一方面來讓他們彰顯 他們的一個身份地位 不只如此 豪宅單價兩百萬俱樂部 也有新成員加入 貫得信義有兩筆交易 單價來到兩百萬出 而今年到目前為止 總共有十六筆交易 比去年七筆多出兩倍 單價最高的是信義首席公館 每坪來到兩百七十萬元共四筆 西華富邦也有四筆 松桃苑一筆 高端客戶在疫情期間出手擴措 這些富豪在近年不管是經商或是海外的一些資產 就陸續因為疫情的關係回台了 所以他們這些資產也是需要有去處的 那也為了有更好的一個抗通膨的效果 所以就會把錢放在不動產 豪宅買氣走強 高資產客戶對不動產 作為財務布局的需求增加 跟著帶動價格往上攀升 三立新聞 林文富莫想真 台北採訪報導